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寻道者尤诗丁是第二世纪时候最出名的护教学者 一位罗马的总督问被抓的尤诗丁说 你们在哪里聚会 他回答说 难道我们一定要在一个地方聚会吗 我们就是随遇而安 个人选择最合适他们的地点聚会 因为我们的神绝对不受地点的限制 犹太人虽然有宏伟的圣殿和许多的会堂 但主耶稣却喜欢在普通的家庭中聚会 第一个圣餐的礼拜就是在家中举行的 门徒继承了这种传统 他们天天在家中聚会 哥里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把自己的亲属和朋友召集在家里 然后请传道人彼得来分享福音 家庭教会这不是新的观念 而是最原始的教会形式 为什么教会应当从家开始 第一 家庭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环境 在家中就很容易建立沟通的桥梁 爱心成为吸引住大家的力量 彼此能觉得被对方所接纳 第二 家庭的聚会不拘泥于遗文和形式 许多的教堂传统的包袱 都可以轻易的抛开 让人能够更多的直接参与 第三 家庭聚会能够供给许多造就的机会 学习侍奉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家里 大家轮流主持聚会 教导圣经 带领祷告 彼此服事 第四 家庭是向外传福音最好的跳板 教会的增长 专家告诉我 最佳的步道方法就是执堂 而开始一个家庭聚会 就是培植一个小的教会 今天有些弟兄姐妹买大房子住 花不少的心思去布置装饰 把房子弄得漂漂亮亮的 结果换一个工作必须要搬家 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 这种活受罪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也不为上帝所称许 反观 另外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虽然没有大房子 却为主有一颗广大的心 愿意开放自己的家 让大家来敬拜神 彼此分享鼓励 想邻居传福音 给孩子好的节目 结果有许多人得救 他们的子女也学会敬畏神 有美好的见证 并且得到上帝的称使 你看那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家 让它成为神所喜悦的圣所呢 只要你有这样的心 上帝一定会祝福你 让你的家成为一个小教会 愿神祝福你 谢谢 谢谢